大家好 今天是10月7日 星期三 美股昨晚大幅下调375点 但对港股影响不大 因为恒指早市已经轻轻高于19点 到23,999 之后是有少少反复 但最终在下午一度高见24,219 即是说继10天线突破之后 今天以收市来说 是另外再突破了20天的平均移动线 单单在移动线方面的看法 现在目标将会直指50和100天线 而这两组平均移动线 目前是很接近 大概在24,630点的水平 但市况虽然有少少逐步涌上的格局 但成交金额就不太配合了 尤其是这两天成交金额 都是抛住抛住980亿 即是说动力方面始终来说是差一点 但始终市场的气氛都虽然薄弱 但一些新经济股份走势相当良丽 尤其是阿里巴巴 距离早前的高位292元是差很少的 突破的机会是相当高的 至于整个大市 10月份到现在这一分钟 暂时是呈现一个先低后高的格局 但一个月的高低位不可能在三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即是说后续应该有更加高的指数 让我们见得到